美國觀測戰 下一家我們是美國之音白宮記者黃耀毅 好 耀毅馬上請教您 這個美國總統Joe Biden 是簽署了金額高達950億美金的原外方案 那麼這一項的法案 除了是主要援助烏克蘭還有以色列之外 還包含了81億美金的印太安全補充法案 就要來請教耀毅了 這項法案通過到底是意義為何 那會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影響 美國總統拜登是在4月24號的時候 就簽署了在國會當中延宕半年 終於通過的這個 國家安全補充撥款包裹法案HR315 那麼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拜登政府其實就已經向國會來提交了 一個四合一的一個 國家安全補充的撥款方案 當中包括了有給以色列 烏克蘭 台灣以及美國南方邊境的經費 但是在這個國會的眾議院當中是卡關半年 一直到今年的4月中的時候 這個伊朗空襲了以色列 這個時候眾議院的議長強森 才把法案來付諸審議 那麼在這次新版本的通過的這個法案當中呢 是拿掉了南方邊境 而拜登在簽署了這個法案之後呢 也特別再次強調了美國對盟友的承諾 在這次拜登總統簽署 在簽署的包裹法案當中呢 還包括了一個HR8036 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這個法案呢 是為美國的國防部還有國務院 來提供81億美元的補充撥款 來支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這個盟友跟活動 那麼這個法案是把這筆資金限定為緊急支出 也就是說呢 它不受可自由支配支出的限制 而在這筆資金當中呢 當中有19億美元 是為國防部向台灣 還有支持台灣的國家來提供 國防的物品還有服務 另外呢 還有33億美元的資金 要用在完善潛艦工業的基礎 此外呢 還有美國的印太司令部 之前沒有獲得資助的一些優先事項 另外呢 還要來幫助這個 國防生產法的採購等等 那麼這些呢 都是與在印太地區 來抗衡中國相關的事項 此外呢 還有20億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計畫 這個對外軍事融資呢 也就是要透過贈款或是貸款的方式 來協助外國購買美國所生產的 國防武器跟裝備 並且提供國防的服務 還有軍事的訓練 那我們知道呢 在2023年8月30號的時候 拜登政府就白宮這邊呢 是有來通報國會說 來批准了一個8千萬元的 對台灣軍事的這個對外軍事融資 那這個也是美國政府有史以來 第一次對台灣進行對外軍事融資 那麼在這次的報告反應當中也規定呢 除了直接提供台灣本身之外 也包括了支持台灣的國家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其實也是拜登政府 在上任以來一直在強調的 也就是美國不來單打獨鬥 而是要邀請全部的盟友和夥伴們 一起來合作 那麼這個做法呢 我們也看到了是已經在 烏克蘭還有以色列身上提現了 所以這份法案呢 除了是直接對台灣的援助之外呢 也是在鼓勵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們 一起來幫助共同的來協助台灣 同時呢在印太地區來抗亂中國 陳希 我們接著說到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也是訪問中國 那這是他一年內第二次前往中國了 這是不是代表美國和中國之間 這樣的一個摩擦已經有降低了呢 那雙方呢會對台灣的議題進行討論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是在4月24號到26號三天前往中國訪問 那麼他是先前往上海 那麼在25號呢再前往北京 那這個布林肯說呢他此行將會跟這個 中方的對口端源來討論啊 如何履行拜登總統還有習近平 去年在這個舊金山拜祈會上 所做出的一些的承諾 包括來遏止芬太尼藥品的販運 那麼也會來談到這個美中之間 有顯著分歧的一些議題 包括了經貿問題 台灣方面的議題 那麼還有其他的外交事務方面 那我們再在經貿方面呢 這個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呢 馬修米勒是已經表示了 他說布林肯呢25號上午在上海 跟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同時也是上海市委書記 陳吉林會晤的時候呢 就特別對他提出了 對中國貿易政策 還有非市場經濟行為的關切 那我們知道之前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 葉倫前往中國訪問的時候呢 也是提出了對中國這方面的 這個經濟行為的關切 以及中國的這個所謂產能過剩的擔憂 那麼我們也知道呢 第一輪返回美國之後 班牌政府就宣布對中國所製的鋼鐵 還有鋁製品以及造船業 來祭出新的調查 那麼有可能甚至會來增加三倍的關稅 那麼布林肯正在中國之際呢 我們看到美國的那個貿易代表署 USTR也在25號公布了關於智慧財產權 保護跟執法的特別301報告 那麼這次的報告呢 是再度的把中國列上了優先觀察名單 那這個美國國務院發言的米勒就說呢 布林肯會來跟中方強調說 美國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行一個健康的經濟競爭 並且為在中國運作的美國工人以及公司 來尋求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那我們也看到呢 其實中國已經批評了這個新的 國家安全補充撥款法案當中 對於台灣方面的補助 那中國外交部方面是已經批評了說呢 這個美國以及台灣 如果是加深軍事連結的話呢 反而是會來增加衝突的風險 那麼除此之外呢 距離這個台灣的當選政府總統賴清德 還有蕭美琴來就職典禮 也就是520當天呢 是不到一個月 所以布林肯呢 預計在此行 有會來呼籲中國方面 在520的前後呢 要保持克制 那麼另外呢 在外交方面 我們也知道其實美國與中國呢 在一些外交政策 尤其是在俄乌戰爭 還有在中東的這個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方面呢 立場是不一致的 那麼尤其美國最近是已經有說了 說已經是發現中國有在幫助俄羅斯 甚至是幫助他們來重建他們的這個國防的產業 那所以呢 相信布林肯在此行呢 也是要來跟中國談說 怎麼樣協調 雙方在這個方面的立場上面能夠更加接近 晨曦 好 非常謝謝耀醫帶來這美國白宮的第一手觀察